持续的修炼是成功的秘诀 第一天 关系心可静止 坚定不移心可静化并的解脱 第二天 延绵不断的觉知习入习出 夜节得以打开而通达最高的福祉 第三天 转化你的深夜转化你的口夜 转化你的意业是法的本质 第四天 能控制言行举止皆是善事 但能控制心才是真正的勇敢战士 第五天 真正的恒河 贾姆纳河 沙拉斯瓦地河 世界定会当这三条清流会及时 涅槃呈现了 第六天 众生啊 努力奋斗燃烧吧 扎子烧尽 纯尽才能显现 黄金必须通过前锅的淬炼 我们才会纯净 第七天 在感官享乐中打滚 我们不断的打劫 纠缠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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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婴儿被打开了 第八天 贪求越深 称恨就越深 称恨越深 痛苦就越深 第九天 成就人生 圆满成就无价正法 以性解及惊情打开心的枷锁 第十天 愿憎恨及恶念不留一丝痕迹 愿爱及善意充满身心及生命 第十一天 愿我得到的功德分享与众生 愿此无上的正法利益众生 感谢观察